欢迎收听《斗魄苍穹》第814回,由桑子播讲。 夜家的大厅里,萧妍潇洒地走在大厅之中,略微懒散的声音从他嘴里传了出来。 还有四十秒,赵黑的脸色阴寒,杀了他。 听了他的命令,那周围众多黑火踪的人眼神顿时涌上了凶狠之色,雄魂斗气自体表暴涌而出,然后几乎不约而同地施展斗气,对着那缓步而来的青年暴轰过去。 碧绿色的火焰从萧妍体内涌出,化作一团火罩,而那些凶悍攻击在接触到火罩时,则自动烟消云散了,萧妍并无半点损伤。 见到萧妍自体内涌出的碧绿火焰,那赵黑二人先是一愣,寻起猛然施声道,一火! 施声落下,二人眼中陡然涌生一抹狂喜和贪婪。 黑火宗也是以玉火而出名的,对于万火之尊,异火,他们自然是极为了解的。 赵黑阴森的一笑,和秦魔交换了一下眼色。 好小子,嘿嘿嘿,你还要这等宝贝啊,不过既然你主动送过来了,那老夫二人也就好心地收下吧,嘿嘿嘿嘿。 哎,时间到了。 就在两个人动手的一瞬间,萧妍一声轻叹,微微地摇头。 轻叹声徐徐地落下,萧妍周身的空间缓缓地扭曲,旋即一道苍老的身影诡异地浮现,绣袍随意地对着那暴力而来的两人一挥。 顿时啊,虚无空间,直接犹如被无形的大手狠狠地柔合起来,露出诸多的空间褶皱。 一股浩瀚恐怖之力下,如潮水般悄无声息地划过空间,然后没有带起半点波动,轻轻地撞击在赵黑,琴摸二人的胸口。 呃,进风袭来,赵黑二人身体陡然凝固住了,脸庞上的猙獰也在这一瞬间化作一股惊骇,还来不及让这份惊骇彻底化开。 两口阴红地夹杂着些许破碎内脏的鲜血,就直接从两个人嘴里喷了出来。 鲜血喷出,两个人的身体有如那断线的风筝倒飞出去,重重地砸落在地上,然后狼狈地在地面上滚了十几圈之后,狠狠地撞在墙上,隐隐间有着骨骼破碎的清脆的声响。 满听寂静,所有的目光都几乎呆滞般地望着硝烟身旁的那道苍老的身影,随意的这么一挥,两名六星巅峰实力的斗宗,就这么毫无抵抗之力的,败得这么狼狈。 哎哟,叶虫目瞪口呆地望着那道苍老的身影,斗,斗尊,虽然,药老先生体内没有丝毫的气息流出,但是叶虫依旧感到一股极度的危险,这种感觉他曾经感受过,但给他这种感觉的无一不是那踏入斗尊层次的强悍。 叶虫心中念头极闪,我们叶家什么时候和这等强者有过交集? 自从叶家逐渐落败之后,已经很少能够有一些斗尊强者被其打动了,不然的话,这黑火宗怎么也不敢找上门了呀。 在叶虫心头疑惑之间呢,目光却突然瞧到了大厅之外的新栏,当下一愣,旋即似乎是想到什么,目光猛地转回硝烟。 虽说后者的容貌略略略有些变化,但是叶虫还是依稀看到了一些熟悉的轮廓。 他居然便是上次的那个硝烟。 心中闪过这道念头,饶使叶虫也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呀。 上次见面,这个人身边还只是有一个强悍的傀儡,可是如今短短一个月,身边怎么又出现一个神秘的斗尊呢? 哎哟喂,这个人定是拥有莫大的背景啊,不然怎么能让斗尊强者随身左右啊? 上次倒是我老眼昏化,差点得罪了这尊大神呐。 至于叶虫心中翻腾的念头,萧炎自然是不知道的,他瞥了一眼墙角处,满脸鲜血的赵黑和秦魔,不由得冷笑了一声。 先前天火尊者那一击,怕至少令了二人重伤了过去,即便自己以后自愈,他也只能会是个废人了。 那赵黑和秦魔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。 嘿嘿嘿,这位前辈,我二人是黑火宗的长老,今天有眼无珠冒犯两位,还望多多包涵,多多包涵,包涵。 满心惊骰间啊,根本没有半点怒火,身为当事人,他们对先前那一掌恐不由为清楚,能够如此轻易地就击败他们两个人,定然是斗尊皆别的强者呀,这等存在根本就不是他黑火宗遭惹得起的。 两个人满嘴苦涩,强忍着体内的剧烈的疼痛。 哎呦,我猜,这叶家怎么可能认识斗尊呢? 这次倒是失算了,回去定要告诉宗主,以后别打这叶家的主意了,这瘦死的骆驼果然比马大哟。 这两个人没有了先前的半点威风,在一名斗尊强者面前,他们这条命就如蝼蚁般不值一提,这一点两个人最为清楚。 萧妍淡淡地瞥了一眼,几乎被吓破胆的两个人冷声说道,滚吧,以后再来,我下次就去你黑火宗陪你们唠了。 哎呦,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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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这两个人呢,几乎被吓破胆了,赵黑和秦摩打了个寒战,互相搀扶着,就与夺门而逃啊。 东西拿走,啊,呦,是,是,这两个人刚要出门,萧妍的冷喝声又来了,这两个人又急忙转身呢,然后唯唯诺诺地把大厅中那些棺材收入纳戒。 这才在一干,目瞪口呆的叶家人的目光中,带着人一句话都不敢说的狼狈逃窜。 望着那狼狈逃窜出叶家的黑火宗一干人等,大厅中的叶家族人好片刻之后才回过室来,望向场中萧妍和他身边的天火尊者时,眼中涌现了些许敬畏。 就在这个时候,新兰急匆匆地跑了进来,对着叶虫担心地说道,"爷爷,你没事吧?" 叶虫摇了摇头,目光望着萧妍,轻叹了一声,郑重地弯身抱拳。 ,"萧妍先生,多谢你出手相助,当日叶家的不敬,还请不要放在心头啊。 听着叶虫的话,一些叶家族人也是一愣,"萧妍?" 特别是当天和萧妍交过手的几个叶家长老,目光惊异地望着这个青年,面露愧色。 萧妍随意地摆了摆手,也懒得客到什么,直接说,"这次来叶家,只是想借阳火鼓坛一用,不知叶虫长老能否借这一用呢。 文言,叶虫目光看了一眼旁边的心蓝,后者连忙冲着点点头,当下的只能苦笑说,"萧妍先生,今天救握叶家,虽说洋火鼓坛按照族规不能外界,但如今叶家都到了这种地步,在固守陈规,恐怕也只能自寻死路啊。 见到叶虫并没有找什么推陀之词,萧妍这才轻轻地点头。 叶虫在吩咐族人清理大厅之后,就亲自领着萧妍一行人往叶家深处走去。 约莫十来分钟之后,一片极为偏僻的碎石广场出现在面前。 在那广场中央,有着一个看上去略微有些古老的祭坛。 搭建祭坛,所使用的巨石都布满着岁月的痕迹,显然这祭坛存在的时间已经很久了。 萧妍走进了祭坛,却是发现了,这里的光线格外的明亮,而且越加接近祭坛,周遭天地间的能量也越加的炽热、纯正。 一道道宛如石质般的光束,从天气倾洒下来,最后经过光滑石壁的反射,尽数汇聚在祭坛中心处的一块漆黑的石碑上。 望着那古老的祭坛,叶虫轻叹一声,苦笑道。 这石碑之下,便是一处通往地底深处的地眼,石碑一开,会有一些地心火苗窜出,点燃汇聚在这里的阳光,从而形成阳火。 当然,这只是以前的情况了。 哦,怎么回事呢? 早在几年前,便是很少会有地心火苗顺着地眼钻出来,是用其他火焰却不能点燃阳光,形成阳火呀。 萧炎微微点头,他此行道并不是要借助什么阳火,只是想要借助这里纯正天地能量,压制小一仙的恶难毒体罢了。 萧炎偏过头,对着小一仙说, 萧一仙,进祭坛吧。 嗯。 小一仙点点头,脚尖一点地面,身形就轻飘飘地落在那祭坛之中,周围那浓郁的致阳之粒,令他带霉微醋,感到有些不舒服。 见到小一仙进入了祭坛,萧炎迟疑了一下,又是将地妖魁也召唤出来,然后才略感放心地走进了祭坛。 萧炎先生,请您为我们护法,不要让任何人惊扰我们。 好。 天火尊者微笑点点头,身形一动,出现在广场边缘的一处巨树上,盘膝而坐。 放心吧,只要不是斗尊强者亲自前来,不然没人能打扰到你。 见状,那叶虫也识相地远远地退开了。 萧炎点了点头,目光一扫,这祭坛周围有着众多的石壁,若是不走得近了,外人根本看不到其中的一举一动,如此一来,倒颇为的隐蔽。 收回了目光,萧炎望着面前有些紧张的小一仙,轻笑一声说。 既然如此,我们开始吧。 小一仙点了点头,深吸了一口气,压下心头的紧张,然后盘腿在祭坛中坐了下来,上身挺直,修长的预警和仙腰处勾勒出动人的曲线。 萧炎也是盘腿坐下,他抬起头来,望着那些从天空射将下来的无数的光束,手掌轻轻地须抓,掌心中顿时传来一种温温的感觉,他从这些阳光中感受到了一种致阳致唇的力量。 不错吧。 萧炎轻轻地叹了一声,这的确是个好地方。 在这儿,即便萧炎不出手,小一仙的恶难毒体也会受到一种天然般的压制。 如此一来,也是省得到时候恶难毒体,中途爆发,从而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。 萧炎的目光微移,然后便顿在了祭坛之中那漆黑的石碑上。 在来时的路上,叶虫便说过,这石碑也是开启祭坛的钥匙。 手掌轻推着黑石碑,一股炽热之感顿时顺着胳膊涌了上来。 但却并未令得萧炎有丝毫的不适应,他微微用力,就在一阵咔嚓嚓嚓声响,声响当中把石碑推开。 石碑缓缓地推开,一个约莫脑袋大小的漆黑的洞眼,就出现在萧炎的注视之中,想必这应该就是叶虫等人所说的地眼了。 就在这个时候, 石碑被推开,犹如触动了什么一般,祭坛周围那些石碑,顿时也缓缓地移动起来。 旋即形成原石的石墙,将祭坛以及其中的萧炎二人围得密不透风。 从外边看啊,已经仅仅只能看见一片高耸而古老的石墙了。 随着这圆形石墙的成形,石壁上似乎逐渐变得光滑起来,越来越多的光束被光滑如尽的石壁反射而回,最后汇聚在地眼之处,白灿灿的光芒极为的刺眼。 阳光虽然汇聚而来,但那地眼处却并没有冒出半点火苗来,因此那所谓的阳火也没有出现,但所幸运的是啊,在阳光汇聚间,这祭坛之内的炙阳的能量越来越浓, 道到后来,小一仙的带眉都微醋了起来,这些光芒照在身体上,有着一种灼热之感。 一阵阵灰紫色的毒物几乎不受小一仙控制,逐渐地从体内营绕而出,然后和外界的炽热阳光碰撞在一起,顿时爆发出吱吱的声响。 望着紧握玉手的小一仙,萧颜笑着安慰了一声。 不用紧张。 他手掌一挥,一枚充斥着狂暴能量的金盒就出现在面前,这正是那天独歇龙兽的魔盒。 把魔盒取出,萧颜手掌一翻,一个玉盒又浮现而出,这玉盒啊,通体成雪白之色,甚至还有着淡淡的寒气不断地渗透出来。 把玉盒轻轻地打开,一团成翠绿色,并且还缓缓蠕动的粘稠之物出现在萧颜的目光当中。 这便是菩提化体贤。 萧颜费了诸多心思方才弄到手的奇宝啊,也正是那所谓独单之法的必备材料之一。 哎,都说有了菩提化体贤,就能够感应到菩提心,可自从得到手之后,这个东西没有半点知识啊。 望了一眼玉盒中的菩提化体贤,萧颜无奈地摇摇头,目光盯着面前的小医仙,沉声说道。 我会先施展三种异伙,将你体内的毒气逼到一个地方,这个过程会很痛苦,你要坚持住,如果连这一步都过不去,后续的怕是无法施展。 嗯。 望着萧颜凝重的脸色,小医仙也是一咬银牙,轻轻地点了点头。 他知道,萧颜为了帮他解决恶难毒体,已经奔波了数年的时间,如今万事俱备,即便再大的痛苦,他也一定会支撑下去的。 不然的话,怎么对得起面前的这个年轻人的付出呢? 在这之前,我要解决你体内的封印,把恶难毒体彻底地引发出来。 萧颜深吸了一口气, 手掌忍不住地颤了一下。 如此一来的话,如果他最后不能真的把恶难毒体压制住,恐怕小医仙就会当场香消玉云的。 见到萧颜的略微有些颤抖的手掌,小医仙似是知道他心中的担心, 俏美的脸颊浮现一抹动人的笑容,轻声说道。 开始吧。 我相信你。 萧颜手掌缓缓缓地紧握,声音低沉地说。 为了今天,筹备了这么多年,我绝对不会失手。 退去衣衫吧,我要解开封印了。 萧颜面色凝重,心神前所未有的凝聚。 文言小一仙一愣,俏美的脸颊迅速飞上一抹红霞。 但见到萧颜的凝重的半点没有其他情绪的脸庞,轻声咬了咬牙,反正都被这个家伙看这么多回了,他也不建议让他再多看一次了。 好了,朋友们,遇之后事如何敬请收听《斗破桑琼》第815回。 各位好,我是桑子,欢迎加入桑子听友QQ群,3265-98251,3265-98251。 跟我一起畅聊斗破,一同感受书中之旅。 下期再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